今天给大家讲第五课 第五课的小题目叫敬拜真神 我们都中国人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敬拜神这个概念上 大家都是一致的 人人都有敬拜的衣饰 不管你是南方人、北方人、东边的、西边的人 你都有一种敬拜仪式 都有各自地方的一种敬拜的模型和方式 换句话说我们都在敬拜神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理念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你在敬拜一个什么样的神 就发生很大的区别了 比如说南方人喜欢敬拜的是水上的神 像台湾人什么妈祖之类的 我们西北人 北方人喜欢敬拜山上的神 这个庙那个庙 这个灵那个灵不灵 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说不敬拜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敬拜一个什么样的神 成为我们整个中国人思想里面 最混乱的一个概念 尤其是神这个概念 在我们中国人脑子里面更混乱 因为毛泽东时代把一切的东西都打掉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全是假的 然后把共产主义放在里面 到今天发现共产主义也不好使了 这怎么办呢 问题就多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历史给中国人造成了一种 很错误的观念认为神普接下都是 你相信他就有 你不信就没有 你信他就灵 不信就不灵 其实这样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作为神 你信不信他 他都在那 他灵不灵 他都在那 这才是真神 对吧 如果你信就有了的话 那你比神厉害 是不是 这个简单的逻辑我们也开始知道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 宁可相信一种错误的逻辑 而不去相信一个真神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 利未记里面第十章应该是 到十二章这一段内容里面讲 摩西强调的是说 你们这一帮人将来要敬拜的对象 不是你们看见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是独一的真神 这就是这一段的主题 简单吧 很简单 好 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 生命记是在摩西临终子前 也讲给第二代 就是旷野里面出生的这一代人的话语 换句话说 是临终的嘱托 可以这么讲 所以他一百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好多的话要给他们讲 而这一代人呢 是生在旷野里面 陪着爸爸妈妈从旷野里走过来的 他们的年龄大概三十到四十岁的样子 正当年轻的一代人 那么这一代人的问题是 从来没接触过以外的人 因为他在跨研里面生活 是一个独立的 像我们经历说 是一个鸟笼子里面长大的 他没有接触到外界的东西 所以说父母亲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健备 他们就跟着过来了 但是他们的父母呢 是从埃及出来的 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孩子呢 一定要给他们讲清楚 讲不清楚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先进先入 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孩子说 孩子一片空白的时候 你告诉他说一件东西好玩 他就说这个东西好 当别人再给他告诉另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段时间很难接受别的东西 这叫先进为主 对吧 像我们中国历史上讲的 摩托东把中国大地全部赶到一观二进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脑子里没神了 突然放进来一个什么 共产主义 我们全中国人民相信共产主义 为啥呢 没别的可信的了 但是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旦不好吃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人全部失落了 我们到底信啥是真的呢 于是你就会发现道教佛教什么 法灵工 甚至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成为我们信仰的对象 甚至金钱 连道德底线都不要 这就是这种乱象所产生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状况 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到北美来的这些 尤其是大学生或者新朋友 第一个接待他的人 告诉他北美的印象 往往影响他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这个人他接触错了 比如说他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会 或者是一个摩蒙教的人 他可能终生因此在信仰上走向其处 如果第一个接待他的人是因为基督徒 他可能因此在基督里面展叹透半生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摩西知道这个重要 所以他给这一帮年轻人说 你们的脑子是空白的 你们进去以后要歉记 不过要做什么 该做什么 所以知道这一帮人是谁 是第二代 那么他们在这干嘛呢 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 生在旷野里面 将来要干嘛呢 摩西说你们要跨过约旦河 进到迦南地区 那块地方是神赐给你们 这是讲他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讲完以后呢 我们知道前面回过了历史 讲了一个犹太人的事 这个是条件面 讲了那么一大堆 底下的人就开始产生一个疑问 他说摩西老爷爷啊 你讲了那么多 我究竟怎么做才行呢 能不能给我缩减成几条 让我记住就好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对吧 我们今天小朋友听课都喜欢这个 老师讲一个小时的课 能不能讲一两句话 让我能记住 是不是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摩西就跟他说 记住十条件面 这是你们进去之后的立足根基 别的东西都可以忘掉 这十条不敢忘掉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回忆一下 十条件面是什么 第一条 独一真神 第二条 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 不可网成耶和华的名 第四条 要守安息日 第五条 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最后一条 不可贪 贪略别人的财物 和妻子牛羊 什么一大堆 举了好多例子 简单不 十条 这十条记住了 你们可以立足于加拿地 如果你们违背了这十条 你们的问题大了 这是前面摩西讲给他们听的 他说你们如果遵守了这十条的话 你们进去以后 那地方的人把房子给你盖好了 那地方的人把葡萄园给你栽好了 那地方的人要被你们赶出去 你们在那要生儿育女 换句话说 摩西给他们讲得很清楚 你们进去要得地 要得物 要得人 多简单的历史 对吧 这是摩西要告诉他们的东西 好 这些东西告诉清楚以后 我们把圣经翻开第十章 你会发现 摩西开始跟他们讲下面的核心问题 说你们的敬拜 需要有一个真的对象 千万不敢拜假的 这么说的 说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 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读过救援圣经的人 这句话出现在圣经的哪本书里面 救援 姐妹们 弟兄们 我们这里有好多对救援很熟的 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先知 米家 米家书啊 下面怎么说的 行公义 好联名 从谦卑的心 与主你的神 同行 这是米家先知 在他的书里面 写给以色列人的 说 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这四条 这个地方 其实米家讲这个话的时候 摩西已经说过了 说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只要你敬畏 耶和华 忠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 尽性的 侍奉他 就可以了 简单不 很简单 换句话说 神怎么说的 你就怎么去做 神告诉你要做什么 你就怎么去做 神告诉你要在哪待着 你就在哪待着 就没事 就这么简单 他说你走手之前 见命的话 你就会得到福气 什么样的福气 我们刚才说 进去之后 房子别人给你盖好了 葡萄园给你栽好了 你进去会生儿育女 会世代相传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他们的福气 这福气你觉得好不好 好极了 今天有人把房子给我盖好 有人把吃的给我准备好 还让我生儿育女 那多好的日子 是不是这是很好的应许 所以你会看到 神对以色列的要求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说什么 你去做什么 就好了 下面正如 就用这个正题 摩西说 看哪 他说看什么呢 向上看 天上和天上的天 向下看 地和地上的 都是耶和华的 包括包括你们 包括包括当时听话的人 他说这么多普世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耶和华的 但是耶和华特别喜悦你们 爱你们 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 带你们这么一帮人 所以呢 你们要和其他的人不一样 把你们心中的污秽都除掉 不要再映着景象 不情话了 这话讲的简单不 非常明白 非常明了 他说你们不是比别人 什么有什么好处 是因为上帝特意的 拣选着你们这帮人 不太多 两百来万 所以呢 你们要和别人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说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智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他说 拣选你们这一位 不同于你们在世上看到的 其他的任何神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敬拜的神 我们中国人敬拜的神 是一种关系 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是一种贿赂关系 是一种买卖关系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敬的佛 我们去烧香 放两千 神我就求这大点事 你给我办了 两千 如果我这个事有这么大 我放两万 这事你给我办了 是不是这种形态 我们去求生 是不是这个形态 大概就这个样子 我们去佛去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买到第一炷香 我今天可以杀人放火了 有点事没有 有佛保佑我 我们中国人拜神 大概就这个理念 是一种生意 我不知道我们前一段也知道 中国的佛教听说要组织上士 就发现这很大的笑话 对吧 知名这种说法 这是很大的笑话 为什么呢 把一种宗教和信仰 当做一种生意来做 尤其是佛教 少林士更是厉害 对吧 你会发现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 那你认为它是真的吗 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摩西告诉以色列这些人说 你们信的这位神 拣选你们的这位神 不一样 万生之神 万主之主 是至高者 是大能的 可谓的 不以貌取人的 不同于你们其他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摩西给他们 最核心最核心的信息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那么这里面有一点点 语法上的概念 我没给大家看清楚 我们中国人说 好 比较好 最好 对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语法模式 英文里面也有 这个普通式 比较式 最高式 但是西伯来文里面 没有这个最高式 那怎么表达最好呢 好中子好 就是最好 所以你最发现 旧约圣经里面 经常会出现说 万王止王 万主止主 那个意思不是说 他是其他这个概念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是最高的 最好的 最有权威的 他表达一种最高式的表达形式 这是犹太人的表达形式 其实这种表达在中国人 中文的表达里面 也是很合适的 对吧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大概就这个意思 另外一点就是说 不收贿赂 不以貌取人 他是大有能力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偶像都收贿赂 只有耶和华神不收贿赂 从真神敬拜 犹太人开始 到我们今天 可以说历史上 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金钱 贿赂我们的上帝 说为我做一点什么事情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做 历史上也没有一个例证 证明说上帝曾经这样 在世界上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他摩西亚这么讲 因为其他的偶像 都属于贿赂者 包括我们中国人 敬拜也不例外 另外一点 为孤儿寡妇申冤 为灵爱寄居者 他说这两点 你们进迦南以后 要非常慎重 因为你们曾经寄居在埃及 你们受过气 所以你们进迦南以后 不要欺负别人 一定要照顾好孤儿寡妇 和灵爱你们的邻居 孤儿寡妇呢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其实生活不是那么太苦 因为今天的孤儿也好 寡妇也好 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那个时代的孤儿寡妇 是非常凄惨的 当一个妇人被先生修了以后 她就变成一个 没有经济收入的社会上的 没有任何最低层的人 所以他们将是 唯一的依靠 就是社会对他们的保障 如果社会不对他们 提供保障的话 他们的生活是有严重问题的 所以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 这个概念 所以在那时候 摩西特别的给他交代说 你们要关心爱护 在你们当中这些孤儿和寡妇 然后他说 赐给你们衣裳 所以你们要灵爱你们的邻居 因为在埃及地 你们曾经受过别人的怜悯 你们受过这样的委屈 所以你们不要再这么做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侍奉他 专靠他 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所以这一段话 摩西给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你们敬拜的对象 是至高无上的 创造天地的主宰 所以你们要和别人不一样 你们受过的罪 不要再去进去以后 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很清楚吧 然后他说 神给你们有应许 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 他说 所以你们要守往 今日所丰富的一切诫命 这地方用了一个字 说你们要壮胆 为什么要说他们壮胆呢 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壮胆呢 因为这是一帮年轻人啊 对吧 以前你知道他 放过好多探子进去 那些探子也进去说 迦南人高大 强壮 那我们犹太人呢 矮小 素弱 说我们要进去 他们就像鳄蚂蚁一样 就把我们捏死了 所以摩西跟他们说 不要害怕 要壮胆 你们要进去 得那地 这是告诉他们的一句话 神把那块地 给了你们了 下面他对这块地呢 做了一个描述 他说这块地呢 流奶 流蜜 有山 有谷 这这样的描述 你觉得这块地怎么样 你的感觉 觉得挺好啊 有山 有谷 有奶 有蜜 换句话说 吃得饱 看得好 对吧 你觉得这块地挺好的 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块地究竟好不好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图 你就知道了 说神给你的应许 你要进去 那地方不错 然后说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话去做的话 耶和华 你的神就会眷顾你 从遂守直到年终 换句话说 一年从头到尾 神都会关照你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必须要听从 我刚吩咐你的这些话语 说神给他们有应许 下面说 这块地上 神怎么应许他们 他说 如果你留意听从我 今日丰富你的诫命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尽心尽信 侍奉他的话 注意下面的话 他必按时将秋雨 充雨 在你们的地上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有粮食吃 你们就可以有酒喝 可以有油吃 对吧 这样你吃的饱足 动物有草吃 所以牛羊可以肥壮 他说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们受了迷惑 偏离了我的正道 事奉别的神的话 那么天就必塞不下雨 那就说刚才所说的那些 粮食不能自足 没酒喝 没油吃 豆腐没草吃 你自己也会饿肚子 所以你能看到这里面 摩西跟他们讲一件什么东西 他说你们听话或者不听话的 会影响自然天气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规律 我们景点的人能不能影响自然天气 说明天下天雨 后天晴天 你能不能做到这个 你做不到 但是摩西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听话的话 自然规律会发生变化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一张图 也看一下 好 看一下这张图 所谓的应许地 就是这一块 死海 越南河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应许地 那我们看一下这块应许地的南边 是一个大国 叫埃及 埃及的全境 有一条河 叫尼罗河 那么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著名的尼罗河三角洲 是世界上很发达的地区 因为有水 所以那个地方的农业很发达 对吧 所以埃及在圣经里面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这个国家的名字一直出现 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国家一直会存在下去 别担心 一直会存在下去 而且这个国家呢 这块地方的国家一直没变过 一直就一个国家 埃及 这是南边 它的北边呢 也有两条河 又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那么这个区域呢 有一个名字叫 米索布达米亚 米索布达米亚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两河止结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 叫两河流域 对吧 那么既然是两河流域呢 那么它的地理位置 决定它比较肥物 对吧 有水啊 一有水 就有农业生产 就有畜牧业 那么就比较肥物 但是这块地方不同意南边的埃及 这块地方是国家不停地在变化 从当时的亚述帝国 到后来的巴比隆帝国 到后再后来的波斯马带帝国 它的帝国不停地在变化 也就是说权力不停地在更换 大家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 也就是那个地方战乱不停 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它读完之后 你大概知道这些历史 好 那么西边是什么 地中海 那么它的东南角是什么呢 阿拉伯沙漠 好 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 或者你是一个军事学家 当你要试验 比如说你试验你的儿子 你会选择一个什么地方放在那 让他得到试验 你会把它放到一块肥物的地方 去试验他吗 还是你会把它放到一个战乱的地方 去试验他呢 还是你要把它放在一块地方呢 西边是海 右边是沙漠 中间有山有谷 你去试验他呢 你会选哪 耶和华上帝就选了这一块地方 有山有谷 左邻地中海 右边是阿拉伯沙漠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叫应许地吗 这就是上去选这块地的理由 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 这样一块地会流奶与蜜吗 会吗 会吗 我估计你流奶与蜜是很难的 这个地方 如果你去那旅游过的话 你会放在那一块 既不流奶也不流蜜 为什么呢 地中海的湿气 如果进不了他们的应许地的话 他们会干旱无语 也就是说只要吹东风的话 阿拉伯沙漠的东风一下吹过来 整个应许地一片干裂 不可能有任何收成 如果吹西风的话 把地中海的湿气往过一吹呢 整个应许地五谷风登 是吧 滋入大地 对不对 所以这块地流不流奶 流不流蜜呢 不是取决于谁住到那 也不是取决于任何东西 而是取决于上面所说这个话 你要留意我的话 我就让你按时降秋雨充雨 如果你要迷惑偏离我的正道 我就让天必塞不下雨 这一点上帝做得到吗 太容易了 对吧 这一点对上帝来说太容易了 所以上帝给他们选的那个位置 那是你的应许地 听我的话 我让你刮刮西风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让他刮刮东风 就这么简单 我就可以让你风调雨充 可以让你可力无收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看圣经里面还有地图 一定要有地图 一有地图你就看明白 为什么这叫应许地 就这个意思 你住在那的人 必须倚靠上帝 因为没有一个人 可以让今天刮西风 明天刮东风 只有上帝可以 这叫应许地 现在大家明白应许地的概念了吧 好 所以呢 你在那里要听话 你不听话呢 你就会受到咒诅 你听话呢 你就会受到祝福 好 那么这个事情讲起来很容易 就像我们今天给学生讲课一样 学生要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讲完以后学生说 好 听懂了 听懂了 但记住了没有 没记住 那怎么能记住呢 你得想一个办法 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记住呢 摩西出了一招 让他们演戏 今天如果你教育孩子呢 让孩子去演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孩子可能记住一辈子 对不对 如果你光告诉他说 有这么一个剧情的时候 他今天听完没得去玩 不是吧 所以往往让孩子去参与 去演一个剧 摩西说 好 你们这两百万人 进迦南以后 要演一出戏 怎么个演法呢 江南地有两座山 一座山叫激励行山 一座山叫以巴路山 他说 你们不是12个支派吗 你们6个支派到一个山头上 那6个支派到另一个山头上 这个所有的人都站在那 然后一部分人站在中间 然后这个山头上的人 宣布祝福的话 那个山头的人读祝祖的话 中间的人都说阿们 简单不 很简单这个世界 摩西说 你们进去之后 要做这件事 你们就会记住 圣的话 是怎么说的 你们曾经演过这一曲 你们可能终生难忘 所以摩西想这一招挺灵的 对吧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摩西是这么做的 那好 这两座山在哪呢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一个地图 这是耶路撒冷所在地 这是北边 那么这个地区呢 就是圣经里所说的 撒玛利亚地区 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北边 星云时代的撒玛利亚 北边这座山叫以巴路山 刘便 加德 亚瑟 西伯隆 但和拿佛他利 这六个字派 全部上这座山 南边这个小山叫激利仙山 米西米 利未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遍雅明 这六个字派 全部到南边这座山上去 然后你们就说 北边的人读 咒诅的话 南边这座山上的人读 祝福的话 总简单的人都说 阿们 这个好演播 要不要我们今天演一场 对不对 这一演以后 他不就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给我们读懂 新缘约翰福音 有很大的帮助 约翰福音里面有一章 记载耶稣 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有一段谈话 在那个井旁 有没有概念 其中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谈到一件事 说 你们说敬拜在这个山上 要么在那个山上 到底在哪呢 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人 想的那个山是哪个山吗 就是这个南边这个山 激励新山 那么撒玛利亚人说的 你们犹太人那个山 指的哪个山 摩利亚山 就是圣殿 耶路撒冷啊 对吧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 已经建起了 有圣殿在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分国的时候 当这个所罗门统治结束以后 以色列人国家 不封城两部分吗 南边的犹大国 那么就占了一辆 耶路撒冷所在这个区域 北边的以色列国 建都北边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啊 那南边有圣殿 我们北边没圣殿 怎么办呢 南边有圣山 我们北边没圣山 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 再建一个呗 对不对 不就解决了吗 于是北边的犹大国 就在基利身上 建了一个 他们自己的圣山 为什么要选择这座山呢 这座山读的是什么 祝福的话 为什么他不选 北边那个山 那个以巴陆山 因为以巴陆山 读的是咒诅的话 他不愿意选这个山 他选了南边这个山 叫基利行山 他说这个山就是我们北边 以色列国的圣山 南边有大国 有他们的这个摩利亚山 所以才有了撒玛利亚妇人说 到底是在你们那个山上 还是在我们这个山上呢 大家知道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说既没在那个山上 也没在那个山上 在哪呢 他就在你的面前 你面前在的这位就是救世主 他在哪 敬拜就在哪 简单不 耶稣给他的回答非常简单 他说你要用诚实和心灵 来拜你的山 他在你的心里 没在基利行山上 没在摩利亚山上 现在你看吧 读旧约对新约有多重要 如果你不读这一段 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妇人要提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这座山 而不选北边那座山 现在你会发现 他有历史约缘的 摩西告诉他们说 北边那座山宣布咒诅 南边这座山宣布祝福 所以他们分国以后就说 这座山信用 宣布过祝福的话 我们就在这敬拜了 救他了 就是这样来的 好 这个地图翻过去 所以呢 你们就不可以照那样 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们进渣男以后 不可以照着当地人的模式去做 要按照神的模式去做 耶和华你们神 从你们中间各自派种 选择何处立他的名的局所 你们就当在那里求问耶和华 这个地方摩西告诉他们说 在哪敬拜呢 这个话告诉我们 问我们今天说 我们今天敬拜神 应该在哪敬拜 在哪 就成北华基啊 对不对 对的 是在成北华基 但是真正你的敬拜场所在哪呢 摩西告诉他们说 在 耶和华选择了哪个地方 是他的居所 你们就到那去 今天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的救世主在哪 你的敬拜就在哪 这是圣经原则 那么旧约里面 你怎么知道 耶和华选择了哪个地方呢 你知道在摩西这个时候 你怎么知道哪个地方 是神在那待着呢 有一个标记物 你知道摩西从山上取的两块石头吗 那两块石头叫什么 法板 那两个石头是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那个箱子叫什么 约柜 那个约柜代表什么 神在人间 你有没有认识吗 所以说那个柜子在哪地方 耶和华选择就住在哪个地方 所以摩西说 你们敬拜的对象 不是跟着君王走 不是跟着其他人走 是跟着约柜走 约柜在哪个地方 安家落户了 神的中心 神就住在那了 你们的敬拜就要跟到那去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该怎么说呢 基督在哪 你的敬拜就在哪 所以说你今天早上可以来成本华基 你也可以到旺世 你也可以到中国的某个教会里去聚会 一样不 一样 基督在每一个教会里面 你不能说我们成本华基 今天早上敬拜上帝 别的教会都不是 不能这么讲 基督在哪 你敬拜的 就焦点就在哪 这个原则要非常非常清楚 对吧 这些问题是根基问题 不能犯错误 这些问题犯错误呢 我们的信仰根基就发生动摇了 所以说基督也在你的心里 保罗的教导里面也很清楚 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但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坐在那 末倒 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应该有一个穷体的敬拜 他说如果你这么去做的话 你们把你们的礼物 凡祭 平安祭 你们的举祭 和这个还月的祭 甘心的祭 牛羊 全部带到那去 这样你们在那儿就有吃 有喝 有喜乐 简单了吧 我们新约的人不就追求这个吗 有吃有喝有喜乐不就完了吗 摩西告诉他们就这样 你们只要这样做 你们就有这些话 然后他说你们在这一块应许地子内呢 耶和华就赐给你们福份 叫你们随心所欲的把各种动物呢 可以载来吃肉 我们知道在以前的书卷里面 很少说你们可以吃肉 对吧 那么到这开始呢 摩西说肉你们可以吃 耶和华 只要带到神的面前 神所接近了 你们都可以吃了 不要再忌讳 没有啥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再为吃什么喝什么 这个事情 发生那么多的辩论 能吃还是不能吃 神所接近的 没有啥不能吃的 大可以放行的去吃 下面他给了一个警戒 他说你们要谨慎 在你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呢 永远不可以丢弃立位人 我不知道立位人是谁吗 做祭祀的人 祭祀是干嘛的 专门服侍上帝的 神职人员 专职人员 这个自派的问题是 他们没有地为产业 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换句话说 他们既不种地 而不收割 但是他们吃怎么办呢 神所说 每一个自派拿出师奉自己 来供养立位人 上帝在这儿 给他们的交代是什么 你们要把献给神的供物 按时按计的拿出来 否则的话 立位人也讲没有饭吃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立位人 这是圣经的原则 你会发现 我们读这个世事记的时候 他们把立位人丢了吗 丢了没有 丢了 最后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立位人实验了 你知道立位人实验了 代表着什么 他们敬拜的上帝没了 他们服侍的上帝没了 所以让立位人实验 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 发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们读到那个 世事记的后面 你会发现 立位人在全境里面 到处找工作 找不着工作以后 就在一个家里去做祭祀 你是服侍上帝的人 你竟然去服侍一个家庭 所以你就读那段历史 你会发现 很悲哀的一段历史 对吧 后来发现 非常悲哀的一段故事 为啥呢 原因就是 他们违背了上帝 给他的诫命 不可丢弃立位人 你们生活再难 要把归上帝的师分子 一拿出来 立位人就不会 迎此失业 这个到我们今天 也很重要 我们今天 所有的基督徒 应该关注传道人 我说这个传道人 不是指的 完全是专制的牧师 所有传神话语 给你的人 都叫传道人 包括我在那儿 这是玩笑了 我们应该纪念 我们的传道人和牧者 他们如果失业的话 上帝会责备会众 明白这意思吗 上帝会责备会众 因为牧者是牧养穷养的人 他有他极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作为会众呢 也该关注牧者的生活 所以这方面 我们也该从里面学到 说那时你们要谨慎 不可在他们除灭以后 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络 逐渐完一句 没给大家读出来 意思说你们进迦南以后 不可以像迦南人那样 他们做什么 你们学着做什么 不能这么去做 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不能随从他们 他说你们不可像耶和华 你们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所行的 耶和华正恩他这一切的事情 句话句话 如果你学当地人所做的事 把当地人的敬拜模式 用来敬拜上帝的话 上帝非常憎恶这件事情 你不可以这样做 尤其谈到一件事 当时有一种偶像崇拜 我们知道中东地方经常干旱吗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说干旱 我们信那门神要需要一个处女 由于他们就把自己的女儿烧死 谢给那些假神 这是当时最严重的一种偶像崇拜 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的女儿惊火 意思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上帝 说作为一种仪式 来求雨啊 来求这个求那个 这是神所憎恶的 耶和华神从不要求这个 这是给他们的警戒 下面人说 你们进去之后要抵制诱惑 他说你们进去以后 有这么几样东西呢 会诱惑你们 第一个是假先知 他说进去以后会有一些人 起来说我昨天做了个梦 梦见神告诉我 一二三四五 他说你们要非常小心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告诉你的 不是神真心要讲的话 你们要听什么 要听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这些话语 由我们今天来说 摩西的五经 要听 其他一切的话都要小心 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位 自称为先知的叫东方闪电 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吗 起这个名字是原因是出自圣经 圣经里面说 基督再来的时候 要像闪电一样从东方到西方 对吧 所以他就起一个名字说 你看看 你们原来有一个基督叫男的 没搞成事 我现在来个女的 要从东方到西方 像闪电一样 他就这样搞出来了 就让很多的人追随他 圣经说这样的人是假的闲职 你要非常小心 凡事不是吹圣经的 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样的人你不要去管他 他说有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第二个 他说你的同胞弟兄或者你的儿女 或是你怀州的妻子 或者是你的朋友 要引诱你 说我们去侍奉别人侍奉的神吧 你看看我们现在侍奉的这个多尴尬 多死板 学点新的吧 你要非常小心 这个在我们的经典教会也是很挑战的 好多人都说教会里面 你看你们教会几百年的历史 上千年的历史 天天就是圣哥正道 圣哥正道 反驳要不要换点新的 你要非常小心 换点新的 可能把你的方向都换掉 可能把你信仰的核心都换掉 他说第三类人你要小心 叫匪类 匪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多出现 使徒形状里面出现过 世间匪类 对吧 元宫是这么说的 这些匪类指的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人会勾结当地的人来诱惑你们 让你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他说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的话 你们要小心 总而言之 进去要小心诱惑 好 这就是这一段段里面 摩西告诉他们 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注意的事情 敬拜的对象 是真神 要小心中了诱惑 其实这一段读完以后 对我感触最深的呢 就是后面这几句话 诱惑 我们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会众 面对的诱惑是 太多太多 我们中国人 佛教的诱惑 死终摆不头 对吧 我们虽然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 甚至在某些仪式 某些行为上 仍然带着佛教的味道和思想 这都是很可怕的 耶和华见证会 是我们北美里面 基督教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诱惑 为啥呢 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见证 耶和华见证会有非常好的见证 他愿意帮你 他经常一对一对的穿着整整齐齐的敲你的门 你是中国人 他给你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对不对 他进了一圈门干嘛呢 他说你生活中有困难吗 你语言不好 我每个礼拜六来到你家来帮你学业文 一分钱不要 还给你带礼品 他说你来你不买车有困难吗 我可以给你贷款 不要利息 你买房子有困难吗 我帮你找经济 你不用出这个commission费 他们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你 非常好的见证 但你要小心 它是耶和华见证会 当你一旦踏入耶和华见证会的大马 你会后悔默契 而且你很难出来 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第二个诱惑 磨磨叫 我们今天会看到好多穿一身黑色的正装的 黑色的领带 拿一封这个黑皮的圣经 这么一搭 耶和华见证会那个啥 磨磨叫 一般都是一对一对来 敲你的门 脚流利的英文 中文 他进来之后告诉你说 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的上帝和你信的上帝是一样的 你信我们这个就好 他可以帮助你好多好多东西 但这些都是你的诱惑 你一旦泄入其中 你就知道其中的厉害 非常可怕 剩下的厉害 法轮功 我们今天到太古广场去绕一圈 你会看到 到处都是棋子 法轮功 真 善 美 我有时候问我 你们真的是什么 你们善的是什么 你们美的是什么 你发现那真善美下面 下面写一排字是什么 赶快退党吧 再退迟了就都来不及了 没党可退了 这叫真善美吗 你们去看太古看上看过没有 看过吗 是不是这么写的 我希望我不在这跟你们说假话 你回到中国看看 中国党员多的是了 你看看他的表语 你要现在不退 下一秒钟没时间退了 都退完了 你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法轮功在干什么 他们雇了一大批的人去填表语 有人给他们发工资 所以这种诱惑今天成为很多很多基督徒生活当中极大的诱惑 所以我们原来在宝斯洞服侍的施工里面 我们一大部分是大学生施工 我们基督教会会在大学生入学的那一周 每天派弟兄姐妹到机场去接大学生 专门去接待他们 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 让这些大学生第一时间接触到的是基督徒 而不是这些耶和华建政会 摩蒙教甚至法轮功 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一步踏错 在整个北美的生活可能是一个错误 我们做这样的施工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成为花季这方面的施工是很薄弱的 我们里面的学生很少 但是如果我想当他的那些教会应该做这样的一些施工 关注一些刚入学的大学生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新移民 有一些新移民刚踏进来 如果有朋友介绍给你的话 你应该紧紧地把他们跟踪起来 他们一旦踏错了 可能后半生再没有机会回来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真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诱惑 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仍然是存在的 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 好吧 我们给大家留十几分钟时间 拜拜